講那個跳樓的 跳樓的 那個有... 是嗎? 它是啊 你這個嘴巴很壞耶 怎麼講出來 怎麼會討厭耶 不討厭 尤其是香港 就是有時候他們帶這個藝人 然後這個藝人他長期的其實幫他供樓啊 供他的吃住什麼的 久了久就就暗戀他 那其實就有一個 你們應該都知道喔 就是一個帥帥的歌手 那他的經紀人就是 去向他表白之後沒有辦法獲得 走就跳樓了 要跟我合作拍電影吧 他女朋友是那個鴨子的聲音 對 他有跟他拍電影 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說有什麼 新戲的宣傳啊 或是有些我們從報紙上面 或是電視上面看到的新聞 其實都是炒作都是假的 有可能 尤其是香港的 香港的演藝圈呢 電影或戲的話 最容易就是 最通常就是做這種緋文的 就算是一招對不對 這是最典型啊 對 典型 如果這是男女主角的話 就傳緋文嘛 如果這個片子沒有什麼女主角 那就都是男主角 就不合 全不合 有沒有 對 你看 如果實在還沒辦法炒作 就是說自己啊 被想偷東西啦 車子撞壞啦 憂鬱症 憂鬱症是最常有的啦 憂鬱症 還蠻不聊的耶 憂鬱症是最常有的 就是啊 比如說什麼拍戲啊 一定沒事都會跟記者講 我得了憂鬱症 好嚴重喔 那這種你們會信嗎 還是你們是知道 一開始覺得拿自己的精神狀況在炒作 其實也蠻可憐的啦 其實沒招 讓他寫一下 下次記者會可能會希望他 你還沒用到這一招吧 還用不到 對不對 你還沒用到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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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如果啊 就是你們的旗下藝人有 就是談戀愛或是什麼 你們會就是 如果他跟哪個女明星 或是男明星 你們會私底下就幫他們 就是 讓他們秘密約會嗎 所以可以 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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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基本上是不想 碰到這樣子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很麻煩嘛 對不對 你們兩個在談戀愛 跟他跟我屁事 我幹嘛沒有 因為現在有偷拍啊 對 但是因為狗仔盛行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會 像我就會跟藝人說 你去哪裡 麻煩你先告訴我 好 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的話 你要第一時間告訴我 我才可以有應變的措施 有A計畫 B計畫 對對對 A說法 B說法 那你有曾經 他不是跟我拿一個藝人戀愛嗎 有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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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已經公開了 我就可以講了 他有公開嗎 我忘了 我叫 救命啊 救命啊 你用火的算成分 我來一段 等一下 來一段 風德倫 公開了啦 有公開了 有公開了 那私底下 你都是怎麼安排 沒有 當然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幫他們安排 而且說 孟能會來台灣工作的時候 然後那個 風德倫也來看他 看他的時候 那風德倫沒有工作名義 來台灣的話 妳就覺得很奇怪 反正妳在那邊幹嘛 對不對 那結果他們 然後他們要去吃飯 或是要去哪裡的話 我們就得去 打張盤子 對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吃飯 然後我們就一直吃一吃 我就說 吃快一點啦 快一點啦 就覺得很煩啦 快點啦 不要再公開場合露面 居然這樣快一點 那機器人 工作都24小時在一起嗎 基本上如果需要的話是 妳剛剛有問題是不是 謝謝 麗玲 太久了我已經忘記了 哈哈哈哈 舉手舉辦 特定格 誰想一個不專心 他先卡位 那妳有收到過那種 最誇張的就是爆料嗎 有啊有啊 最誇張 妳 有爆料是鍾楚恆嗎 他太老了 對對對 到現在還是很老 他演了他新上海的那個 其實我們就收到一批照片嘛 就是他不是去出席一個表的那個 珠寶的那個在上海 對 在上海 對對然後就很多記者去拍 但是我們收到一批照片是說 給我們的標題就是說 他晚上去買了一個男的 哇 買了 真的跟完啦 就是買了一個男的 然後陪他去吃宵夜 吃完宵夜就帶回房間開房間了 嗯 然後進去之後天亮才離開 哇這個料很讚對不對 讚然後他又是熟女對不對 就等他照片來 然後搞帶填好 那照片來之後 帥 不錯 然後那個男的還這樣一路這樣牽著他 近半點這樣子 都有照片都有了 全都有 也寫好了 版也做好了 他自己做好版 不是我們版就好 但是做完之後呢 有一個編輯 對有一個編輯啊 突然就講說 欸這個男的啊 很像拍那個 欸那個品牌可以講嗎 洗髮精的 嗯很像拍SK2那個啊 就有一個造型師啊 然後我們一發覺是他的心都涼了 心都涼了 你要跟他開幾個房間應該會 都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腳亂做就好 小朋友不要亂講 不過我剛剛講到喔 其實很多事情啊 記者自己看到或者是 路人也好或者店家也好 夜店這個地方是不是常常會有藝人去 夜店 你問我你不是常去嗎 我常去啊 是啊 那你不是常去夜店嗎 我不常去 那你都是有在 我怕黑暗 夜店看你的眼線嗎 我怕黑暗 有啊 有啊 當然有啊 你們要小心喔 什麼樣的眼線 比方說現在不是有很多 那種賣酒的小妹妹 對啊 酒都給我拿到 對 因為很多跟記者什麼都很熟的 他們就會去爆料說 看到誰看到誰 因為他們接觸的人很多 不要可能碰到你啊 跟你打招呼啊 跟你要個 呃不是 就跟你可能要求合照或什麼 但他會跟我們講說 誰誰誰今天有來的 然後直接可能是在門口 現在是全民勾債啊 真的 香港更厲害啊 就是他們都請無線電計程車司機 用爆料的方式 怎麼講 無線電啊 對 比如說你現在到香港去 你要搭建車嘛 你一定要搭建車 一上車他就有無線電 他就用廣告話開始講說 100100 現在要從中環到 比如說跑馬地 那100其實可能 比如是舒淇的代號 然後那個 其實舒淇在還沒有到跑馬地 之前記者已經等在那裡了 然後他們立刻就附線 就附線 就一團熱要多少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那種 剛下車的那種照片對不對 就是已經在那裡了 我還以為 以異帶老 神通廣大 真的 其實你也是人啊 我是不是誤會他 我跟張柏芝去香港 有一次去找他 我以為他坐在那裡了 那就是我明明一到 要去譬如說去一個餐館 然後吃東西的時候 那我一下建車喔 奇怪怎麼一到那裡記者 我說 你去幹嘛 我就是 你不是在懷疑是張柏芝通知的是不是 我以為是可能他們經營公司安排 就是讓他見識一下香港文化 原來是這樣的方式啦 對 尤其是像張柏芝 謝霆工作的都是24小時 去任何地方一定跟 那有些人的家門口也是24小時 像前陣子我們寫了一個 梁朝伟跟劉嘉玲的家 他們住在一塊嘛 那我就有一批�鴿仔 在他家對面的山頭 等了六天 哇 在山上 要等一天 對 對 就這樣吊他 吊 然後就看到梁朝伟先生 不斷地在MSN上打妹 打妹嗎 打妹 他就看你見嗎 他在打妹 沒有 他就是整個晚上在玩電腦 他在外面 像我跟妳講 妳們呢 妳們要小心 還有一個第三千萬元主義 那就是編衣上面 編衣上面也會嗎 編衣上面都有攝影機啊 然後呢 那妳如果在編衣上面偷東西 都會被抓到啊 偷東西只有我真的 萬一穿個短褲脫鞋 買東西 對 如果說妳是正常去買東西 那就算了 如果說妳在那邊 可能有爭執啊 或是說跟人家吵架 跟妳的女朋友吵架 或是跟妳的誰有糾葛的話呢 那萬一 影音 她就會拿去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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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隔天妳就頭條啦 黑人瘋 你壓力這麼 壓力這麼 壓力這麼 有對不對 你瘋了 可是他們的 他們都很不敗啦 現在整形很盛行啊 那像以前就是 譬如說藝人 男藝人 女藝人 整形 通常都是打死就不承認 對 那現在會承認嗎 現在的話 我覺得是看藝人嘛 有的藝人他願意講 有的藝人他不願意講 不過像如果有一個很大條的新聞要出來啊 如果是非報不可的 那算是妳跟他經紀人交錢的話 或者他有一些可能利益給你們的話 你們還是會寫嗎 還是要不然這要押下來 這裡告訴你們一個很大八卦 是別人嘛 我再講我的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狗仔 他拍到圈內有一個藝哥 很有名 你們不會想像得到說 他跟另外一個女人在車子裡車車 然後全部拍下來了 他拍下來之後呢 那個一個就發現說被拍倒了 這事情完全沒有報喔 被拍到這麼半一半 那就下來直接開支票 我如果給你三百萬 你叫不然願願賣我 真的假的 開玩笑 我把照相機給你 你拍我 現場跟台灣拍下去 你直接開 對 賣給我 這件事情就整個 就是給那個 蓋掉了 當場被打壓掉 對 完全把它蓋掉了 這個是有錢好貸刷 很久沒錢 沒錢 這個事情就沒有辦法報就是了 我就很抱 沒有辦法報 因為沒有照片 對啊 就全部去給他 那你想 我也報過這種例子 比如說 我知道某個藝人胸部是假的 然後我也問了 結果那個藝人也呆呆 可能正在睡午覺 所以我打給他 他也承認了 他就說 你做得又怎麼樣呢 好之類這樣子 那他的經紀人就 因為跟我蠻好的了 你同姐妹 他也會講說手下留情 我求求你啊 不要愛你 沒有我還是選 選